之前的上課都在上課錄影這邊 其實你只要有心把這些都看完 我相信應該是已經非常完整 第一個上課影片的 第二個是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的話就之前上課 我也一樣會把每一次上課的講義 畫面都放這裡 比如說今天的是第六次有沒有 新聞公告我也已經把這個 新聞公告的那個我們的講義放這裡 那你可以先看過 或者你回家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再把這邊再看過 裡面的話就包含就是說 我們後面要做的 比較重要的畫面跟說明 我都已經把它放在這上面了 那你可以呢一個播放 或者上面可以把它下載 這個好像可以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可是因為我們這邊網路好像比較慢一些些 那你可以直接這樣直接播放 或者是上一張下一張 直接看 不過我們這邊好像網路有點比較慢 沒關係也就是我這個的 我的這個 這個這個 那個 那個 那裡面的話有相關的步驟 要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剛剛我們建立一個網站 第二步的话呢就是要建资料库 再来就是建那个我们的网站 就是在JuneWeber里面做的 那如果你有些部分Lost掉也没关系 看影片OK啦 好那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相关的补充资料 我想应该够完整的 如果还缺什么你可以再告诉我啦 我再把它放上来好了 OK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就是说 我们已经把网站放上去了 不过接下来我们需要资料库 那资料库怎么建置 首先的话呢第一个 一样各位要到那个Apache里面 这个Admin嘛 我想这前面有做过 怎么样把资料库放上去 那资料库我第一步先执行这个Admin 这边点击进去 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 前面我们有讲过这个Security Security就是安全性 安全性记得请各位呢 先做一件事什么事呢 就是把它的那个密码 这边要变成绿色的 下面这两个 那怎么变更呢 下面这边有个连结 你们先确定一件事就是 资料库的使用者 就是superuser 就是那个管理者 他一定预设的账号一定是论者 那他的密码的话 我们这一题是用1234 所以请各位怎么样 把它改成1234 它好像有一个两个格子 因为我已经改过了 所以会有三个格子 要change 你把它改过之后的话 这边就变成绿色的 下面这两个 这个好像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然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资料库给建立 那资料库怎么建立呢 再回到刚刚的这个首页部分 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主画面的部分 那主画面这个地方 我把它到这个 localhost这边 然后这边有个叫什么 phpmyadmin 我们可以直接从什么呢 phpmyadmin里面 直接去做 在这里 这个地方 如果以后呢 你要去操作相关的资料库 就从这边进去 那不过呢 如果你改了账号密码之后的话 他的这个名称一定要在打 root1234密码按执行 一定要进到什么 这里面才能做 那等一下呢 我们这边会需要一个database 一个资料库叫news 那里面的话呢 要必须放两个table 两个资料表 那怎么做 我想因为下课 我们是已经打钟了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就是如何 再到那个phpmyadmin里面呢 帮我们建一个资料库 加两个资料表 接下来的话呢 我需要建一个什么 一个news的database 一个资料库 那不过如果已经有的话 那我就把它先删除掉好了 比如说这地方呢 我就先到首页 那我资料库 这个先把它删掉好了 如果要删资料库的话 记得就是先从首页 首页里面有个资料库嘛 资料库里面如果要删除的话 那当然你们将来 你也可以练习一下 如果删资料库 myadmin 那其实很简单嘛 这边不是有个打勾对不对 你就把它打勾之后的话 相符合删除 那就删掉 那我因为我以刚刚是为了demo 已经先建好了 所以我再把它删除 打勾之后 我们把它删除掉 按4 OK 他就问你说呢 你是不是要删除 那这个时候 我已经删除掉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 如果已经建好一个 你不能再建一样的名称 建一样的名称 一定会出现错误 好那这个时候 我又回到跟你们现在状况一样 就是没有资料库的状态 那如果我要建立资料库怎么建呢 第一个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 也一样回到首页好了 这边有个新增 有没有 各位可以看到有个新增 按一下新增就是新增资料库 新增名称给他 特别说新增 资料库名称news 记得名称要叫news 你不要叫别的名称 那编码跟排序方式的话 请你往下卷动 到倒数 应该是往下卷动的 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 unicode8的unicodeci这一个 这个好像前面也有讲过 就是说我建立一个资料库 他的编码方式 一定要是utf8 不然的话呢 会有乱码的问题发生 OK 特别注意哦 这地方的话 我就选择点击他 卷到最下面 倒数 应该算第二个啦 这边点一下 那可能顺序不见得 完全一模一样 不过你要记得是unicodeci 这个按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他会出现已建立了 有没有 这个news的一个讯息出来 那你在左手边 就可以看到 我们建立的这个news了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这个时候不要再按建立 因为你在建立 他重复名称的话 会出现错误 OK 特别注意 那再来的话呢 里面我要建两个 两个资料表 所以我把它点击他 然后呢 要把资料放进去 不过因为这一题 我们范例档里面 已经有建好的那个资料表 跟资料放在档案里面的 在哪里 对不对注意哦 请各位找到我们刚刚那个 根目底下 就是我放那个 这个网站范例 有没有 从网路上下载这个news center 还记得吗 这个里面呢 会有一个seql档 以后的范例里面都会有seql档 打开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news seql 那news seql呢 我今天可以把它打开之后 再到这边有一个seql 没有把这个档 贴到这个seql里面 按执行 他就会自动帮我建两个资料表 跟所有的资料 那里面有哪些东西 我们按右键 其实你们没有安装 那个notepay++的话 你可以按编辑 编辑它会用什么呢 用记事本来开 不过它的缺点 就是全部都一坨在那里 你根本不知道说 到底里面是什么 所以我强烈建议 你们可以去装什么 按右键 这个叫notepay++ 因为你把它装这个 这个软体在我云端里面 也有这个安装板 或者免安装板都有 按下去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帮你做一个什么 就是排序 而且如果是注解的话 它会是绿色的 有没有 里面的话相关的东西 这边都有 它里面到底做哪些事情 第一步 它去create the table table名称就是这一个 并且帮你建立一个 使用者的账号密码进去 这边有insert into 然后username跟password 是admin 当然如果说你要更改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修改 第一个 第二个是这个 叫做news center的那个table 所以会有两个table 里面的资料就这些 有没有 包含公告啦 什么公告 里面的资料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把这些资料呢 就是放过去 如果你用 按右键用编辑 因为你们可能没这个 按一样嘛 把它全选 Ctrl A Ctrl C 全选之后再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请各位切到哪里呢 记得要点击news 这个资料库 上方会有一个sicle 请你把刚刚复制的东西贴上 Ctrl V 再按什么 执行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我建两个资料表 和所有的资料都放进去了 把它执行过 OK 如果你看到是绿色的话 恭喜你 如果你看到红色的话 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哪里有错误 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已经成功的做完 那我在点击news的时候 你会发现哦 它的结构一定是 一个资料库 加两个资料表 两个资料表 第一个资料表 就是news admin news admin里面放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点击它 就会有一笔记录 username是ADMIM password是ADMIM 就这个而已 它很简单 它只是为了控制什么 登录时候的账号密码而已 所以如果你有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你也可以新增 自己新增 看你要给其他人使用的话 不止一个管理者 你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管理者 你可以从这边做新增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它上一页 第二个工作表是news center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里面的公告 有没有 那里面包含哪些栏位哦 我想最好你们也可以稍微把它记一下 它里面有news ID 就是它的编号 news type 就是它的那个公告啦 或者是活动 有没有 它的类型啊 那news的date 就是公告日期 还有news的subject subject就是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主题 还有什么news content content就是里面的内容 它里面放的是用HTML语法 因为它里面是要放在网页上面的 还有news editor editor就是是谁去编辑 去产生这个公告的 还有news ok 这个应该是是否审核啦 还有news hit 就是有被看过几次 大概会有这些栏位 那产生之后的话呢 后面呢 我们再来才有办法利用dreamweaver 去连接这个myseql 去做一些控制 dreamweaver就会帮我自动控制 所以请各位 试着把这部分先完成 我再把重点提示给各位 第一个请各位到那个首页里面 就是说我们到这个第一步 从这边点击对吧 点它之后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有个bhgmyadmin 登录账号密码之后的话 记住怎么样 先点home 然后呢 再怎么样 再到那个这边有个新增 新增有没有 新增点击 新增一个news 再怎么样 把sickle贴上去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做法就几个步骤啦 也不用死背 你多做几次这些动作 应该很快就记下来了 这也不用死背啦 反正这个流程 以后呢 你要建一个专题 或者你的专案 一定就是要先产生资料库 那资料库因为这个地方 里面还会牵涉到 myseql里面 怎么去建资料库的问题 因为这我们课程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详细说明 如果各位有兴趣对myseql 资料库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 把这个myseql的建置方式 再稍微了解一下 我想应该就足够了 因为一般工作上面 用到资料库的几率 应该是100% 现在应该没有任何工作 不用到资料库的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